别眨眼 听侣一句劝 如果你正在吃饭 这起案件就不要再看了 你知道在时速60码的情况下 一摩托车驾驶员 在没有佩戴头盔的前提下 迎面撞上时速相同的小轿车 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 炸裂的西瓜汁 能喷到十米海外 2017年10月19日晚21时40分许 广州珠海市交警大队 抖门大队接到群众报案 抖门区警岸桥桥面路段 突发一起交通事故 接警后 抖门大队民警立刻赶到案发地 一下画面来自当时现场民警的执法记录仪 画面中 一男子赫然躺在马路中间 其肉眼可见头盖骨被撞的稀碎 鲜血裹挟着类似豆腐脑的东西 喷射的到处都是 很明显 他已无力回天 在其身后 是一辆已经被撞的变形的摩托车 和前脸被撞烂 前挡风被撞出一个大窟窿的小轿车 民警推测 死者应该是摩托车驾驶员 事故发生时 由于巨大的撞击力和惯性 他的头 应是先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小轿车的挡风上 随后往前 翻转着 飞出了数十米 推测五 在地上一散落的钱包中 警方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和伪健 1973年升任 广东省珠海市抖门驱人 正在此时 民警注意到 在小轿车后 有一被摔碎的白酒瓶 一开始 他们以为是小轿车司机饮酒驾驶 但经检测 不是他倒是在走到死者身旁时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白酒味 现场勘察结束后 民警将小轿车驾驶员带到警局问话 万幸 小轿车有安装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显示 事故发生前一分钟 小轿车驶上井岸桥 一分钟后 行驶至桥中间位置 正在此时 迎面驶来了一股车流 在车流中 突然闪出了一辆摩托车 两车发生相撞了 就是这短短几秒 民警们对本起事故的责任划分 已有初步判断 摩托车驾驶员应占绝大部分 他逆行了 正在此时 久经检测报告也出来了 80以上是达到醉酒的标准 它的酒精含量已经是361.5 是严重超标 醉价 不对 应该是严重醉价 按照我国法律 每百毫升80至100为醉价 而死者和伪健体内的酒精含量 是醉价的四倍有余 他有大哥他说 事故是我做成的 哪里是我做成的 是你喝了酒 王石江 小轿车驾驶员 1981年升任 广东省信义市人 谈起这起交通事故 他说他很冤 和媳妇来广东捡了20年垃圾 只存了一点点积蓄 去年媳妇死活要买车 东拼西凑买了一辆二手车 这时才开几次 就出事了 一个月后 事故划分 责任输下来了 一句话改过 摩托车驾驶员和伪健全责 其三无一跃 无正情况下 驾驶无正摩托车 无佩戴头盔 月线和营面正常行驶 小轿车发生碰撞 对此和伪健家属表示不认同 他们认为 黄石江在事故发生时 无主观刹车 避让等行为 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 应付次要责任 他们向珠海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提出复合申请 珠海市公安局受理了 并委托南方医科大学 交通事故司法鉴定 技术研究所展开逐针分析 因为发生这次 悉故的主要原因 都是摩托车 一个醉酒 无正 还有越过双十线 没带头盔等等 但是你不可能说 你自己主动去做成的 这些过错 要别人来给你承担 2017年11月9日 检测报告出来了 黄石江还是无责 首先 从行驶速度和碰撞速度出发 事故发生时 两车均没有超速 在路段限速期时 小轿车车速是43至45 摩托车车速是53到60 当和尾舰开始逆行 再到与黄石江相撞 留给黄石江踩下刹车的时间是2秒 而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时间是0.2到0.5秒 即使黄石江踩下刹车 车辆开始紧急制动 两人的碰撞速度 也会达到96到105 这足以致命 再就是灯光 两车相撞的位置 黄石江快接近桥顶了 此时 他的车辆是属于上扬的一个状态 对面车辆即使全是近光 也会由上往下直射他的眼睛 开过车的朋友都知道 这几秒钟 他的视线是非常非常差的 这留给黄石江的反应时间更短了 最后是黄石江为什么不必让 不是他不让 他是让不了 单行线 左边全是汽车 右边全是电动车 他往左打方向 还是会和韦剑相撞 而他要是往右 右边骑电动车的行人 轻则被他撞伤 重则要被他撞进江里 他必无可避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让速不让的 同年12月 最终责任书下达 和韦剑一家对判决结果还是不认同 他们退而求其次 开始要求黄石江赔偿5万元的丧葬费 黄石江不愿 最终在警方近半个月的苦口婆心下 和韦剑一家将丧葬费用降到了2.5万元 出于人道主义 黄石江同意了 对 你没有听错 吕吕也没有说错 在自己无责的情况下 黄石江赔偿了2.5万元 家属方也觉得 毕竟责任在于他们死者这一方 所以对这个5万元的要求呢 也最终放弃了 最终愿意接受 司机赔偿2万付 至此本案宣告完结 归根结底 可伪见是大错 如果他没有逆行 如果他没有喝酒 如果他有佩戴头盔等等 但是没有如果 真爱生命 切勿饮酒驾驶 十次事故九次快 还有一次是意外 因为人情是人情 法律归法律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可能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我们作为执法者 我们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